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尸体的失智症等等等等 这些比例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大部分我们专注的看的失智症 都是阿茨哈摩生造成的 那得到阿茨哈摩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个%? 多少个%?就是65岁以上的人 5%的人就会有机会得到 之后加倍之后80岁以上 30%的人会得到阿茨哈摩症 我们要分辨到底是什么 是珍藏的老化跟失智症 当然珍藏的老化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忘记东西什么的 那在这个失智症初期的时候 有的时候跟这个症状是一样的 会忘记一些东西 不过这个失智症 它之后会变到中等的一些症状 那中等程度的症状 比如说病人就开始个性整个完全变化 开始有些幻想 有些家属就说 我爸爸妈妈突然间说 有人要抢他东西 抢他东西等等的 突然间情绪方面就会大吼叫 激烈 然后有时候他之前都会去超市去买菜 突然间他回来的时候就迷路了 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家 忘记回家的路了 是的 这是等于像中等期的一些症状 中期的一些症状 那还有呢 更严重的话 更严重的话 就是这些病人得到失智症之后 他根本没有办法再照顾自己了 比如说之前的像洗澡啊 吃饭啊 穿衣服等等的这些 之前他都可以做到的 他现在完全没有 这些功能都没有了 完全都没有了 而且要依赖人家才可以帮助他们 那正常的老化呢 他可能就是偶尔就会忘记一些东西 那这是以所当然 正常的 但是他不会说到那个程度说 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要依赖人家照顾他才可以的 所以失智应该跟遗传有关系 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 如果家族时有的话 那当然失智的几率也会比较大 那年纪大的人呢 也会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还有呢 之前年轻的时候呢 有些比较坏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之前有抽烟啊 喝酒啊这些东西的话 都会造成 比较会 容易有这个风险 风险 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那我们判断失智 失智的 那通常呢我们会就问 要不然就是病人 要不然就是问他的家属 就是问呢 第一呢就是看他的智能的评估 还有看他的就是那个生活方式的评估 跟他的认知的评估 那这样下子来呢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这是不是到底是失智症还是 还是健忘 健忘 如果年轻的时候比较健忘的人 到年纪大 会不会就相对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也不会的 因为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没有错 然后如果我们判断真的是这个失智症的话呢 我们也会帮病人抽血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这些老年人 其实只是缺乏一些维他命啊 或是有甲状腺的问题啊 或是其他疾病 我们当然是要先改掉这些疾病 这些症状 就是给他补充维他命等等的 那还有呢我们会做个脑部的扫描 那这个脑部的扫描呢 就会看到底是哪一个脑部的部位受到损害 然后我们也可以完全的诊断 说这是哪一种的这个失智症 OK 所以按照刚刚王医师讲的是说 他的失智症一旦有了 如果发现他的病因之后 有可能是短期的吗 就如果说他的可能是血液里面有什么问题啦 或者因为别的病带来的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都是要 要检查的清楚一点 这样子我们最后呢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到底真的是不是失智症 OK 懂了 那失智症的治疗呢 我们有像非药物的治疗 跟药物的治疗 那非药物的治疗呢 我们再怎么样 还是要帮我们这些老年人呢 给他一个规律的一个生活 OK 比如说早上啊 同一个时间起来 晚上同一个时间睡觉 OK 饮食上要平衡 要全部的这个营养都要摄取到 那要常做运动等等的 那这些呢 就会让这个老年人呢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搞乱 搞乱自己的生活的规律就对了 是的 是的 那药物方面如果我们 诊断说可能是这样中等性的这些 跟比较晚期的这个失智症呢 那我们是有药物可以来帮助他们 他不能完全治愈这个失智症 他只可以缓慢他的症状 前缓他的症状 前缓他的症状 不要让他一直恶化下去的 OK 我们家里周边的亲朋好友 如果有人得了失智症 是的 我们能够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照顾他们 一样就是让他有规律的习惯 然后呢 可能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像温柔的这样跟他讲话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是得到失智症的人 他们当然没办法了解说 为什么他之前可以做的东西 现在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就是要关心他们这样 OK 我们常说如果真的有失智症 他应该就是静的事情记不得 以前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是的 是的 甚至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了 是的 是的 那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属于严重性的 才会有这种比较错乱的状况 对不对 对 是会有的 但是因为失智症有很多不同种 对 看似你的脑部是哪一个部位受到伤害 那这些症状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刚刚讲到说阿斯海默症大概是最重要的 是的 另外还有几种 今天是不是也简单的讲一下 几种的话就是比如像血管性的话呢 他们就是可能都得过中风啊 噢 对对 这些的话也是要会伤害到脑的部位等等的 它也会造成失智 因为任何伤害到脑部的部位的地方呢 都会是造成这个风险 都会有风险得到这个失智症的 OK 所以失智症的种类 就我们复习一下就是阿斯海默症是最大的一种 最大的一种 其他还有 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乳液视体的这些失智症 这些是比较少分量的 OK 我们通常治疗的还是最大的最主要的 还是阿斯海默症为主 还是阿斯海默症为主的 OK好 今天谢谢王医师让我们了解说 其实失智症不是那么的可怕 但是及早治疗的话 可以减缓它恶化的机会 那这样周边的人也比较容易能够照顾得了 是的 谢谢王医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